Hi 大家好 又是我Avery 今天黑雨 外面真的超大雨 但我們照樣來到平治全新C-Class的發佈會 我準備了十件事來跟大家說一說 如果你有興趣賣這輛車的話 快點跟我過來 好 剛剛看完燈光煤演 我們現在就開始十點了 相信對平治有所認識的你應該都知道 平治C-Class的始祖就是坊間稱為Baby-Benz的1902 其實它是1993年改款之後正式叫做C-Class 如果不計算1902的話 我們眼前的這輛全新編號為W206C-Class 是屬於第五代 過往C-Class的轉款周期都是七年一次 它這個習慣已經貼了28年 哇 夠長情了吧 如果你說是男朋友或是老公 還沒多好 這麼長情 但我不知道它還有沒有機會繼續長情下去了 因為遲下都是電動世代 自C-Class推出以來 它都是平治旗下銷售最好的車 就像剛剛退役的上代為例 它七年間賣了250萬部房車版和旅行車版 哇 250萬部 哇 不知道多少錢 十隻數字都數不完 剛才也有提及到 當年的1902就有Baby-Benz的稱號碼 事實上 過往的C-Class又真的將S-Class和E-Class的精髓 轉移到它身上 遠的就不多說了 先說回我們眼前的這輛全新C-Class吧 哇 你看它的外形 看它的線條 簡直是一部縮水版的S-Class 好了 跳到進來車廂了 第一眼吸引我 是這個大屏幕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還有我知道它的設計是來自於S-Class 都說了 它是迷你版 縮水版的S-Class 這個螢幕同樣都配備了第二代的NB-UX系統 當中聽聞一下 它說它的語音識別是準了和快了 至於是否真的呢 到時試車才知道 還有 某些功能是不需要說 Hey Mercedes 才有反應 每一代新出的C-Class 都是比起上代大駕的 今代都不例外 車長了 闊了 軸距也長了 總之就大駕了很多 還有它的雙天窗 都依緣保留的 一起來香港的旅行車版 它的尺碼當然也一樣大了 而且後面的車廂容量 比起上代大30公升 還有它的後排一樣可以接 車重樸也沒問題 全新C-Class暫時都只有C-200 這個型號選擇 兩款都是 而且都是用上代的1.5Turbo引擎 不過它的輸出是由184匹升到204匹 而扭力方面是280牛對米 加到300牛對米 平置已經有EQS和EQE的電動房車 至於C-Class又會不會推出同等級的電動房車呢 不過EQC這個名字已經用在一部電動的SUV身上了 如果C-Class真的推出同等級的電動房車 應該叫甚麼名字好呢 不過這些都不輪到我來想啦 廠商自己想算啦 近年來最多人關心的一定是產地問題 旅行車版是德國製的 而房車版是南非製的 聽起來好像是德國製好一點啊 不過呢 我就聽了Uncle Lawrence說 近幾代的C-Class房車都是南非製的 又不見它買得不好 一樣那麼好買啊 對不對 交車方面 預計是今年年尾或是明年年頭 還有駕駛感 就等之後試車再跟大家交代啦 來吧 成為駕粉P牌 你們會得到駕駛的專屬徽章 六個不同顏色的專屬徽章 會因應支持時間而變色 一眼就看得出 你們是不是駕駛的中粉 另外還有一班駕駛主持的emoji 訂閱人數越多 可以下載emoji的符號就更多 現在每個月只需要50元就可以成為駕訓車手 車手同樣可以得到我們的專屬徽章和專屬emoji 每個月至少有六條會員專屬影片給大家看 除回云都是幾元一條 一些平時免費頻道都看不到的內容 我們一班主持在鏡頭背後的點滴鑰匙 保佈大家耳目一身 而且每個月我們還會在留言區 選上一個最佳留言送出神秘禮物 各位教訓不要猶豫 立刻訂閱吧 不是呀 我們人手不夠 器材也不夠 怎麼辦呢 別吵啦 叫人來課金已經很難了